部長陳時中被視為是綠營出戰 臺北市長的 看了熱門人選 而藍營部分呢 臺北市現在傳出 是不是由蔣灣出馬 新北市由侯友宜繼續連任 而桃園如果推出亮眼強棒 會現在北北桃形成 所謂的超強鐵三角 面對鏡頭無奈開口喊痛 衛福部長陳時中 曾說自己身差 健保美株疫情三支箭 但傳出當內分析 三支箭若化險為宜 陳時中就是綠營台北市長的 最佳人選 強盜沒時間想選舉 不過台北市兵家必爭 傳出綠營盤算 推出陳時中角逐市長 而吳英農擔任黨部主委 組織地方動員 拉攏年輕人選票 強力助選之外 更為自己的2024提前補局 他還可以拉抬民進黨 幾所有是議員的一個選情 甚至能催出年輕選票 來強烈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確實是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會努力 特別蔣萬安條件也不錯 在年輕族群的選票上 也蠻多支持 藍營議員松口 純須中搭配吳英農威脅信大 加上蔣萬安與黃珊珊各自角逐 藍版選票再被瓜分 略有望打破20年位 在首都勝選的魔咒 不過黨內也分析 藍營台北市由蔣萬安出馬 新北則是侯友宜力求連任 若桃園也推出亮眼強棒 北北桃將形成超強鐵三角 更可北望基隆 南宮新竹 屆時藍營席捲北台也是不無可能 綠營超級助選員現身動起來 藍營則有望放眼北北桃鐵三角 陳時中身為綠營強棒 屆時如何破除藍營三角勢力 恐怕也要提早做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